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这个价格上映 好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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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听众老师好 观众朋友好 哎呀 带来不少东西啊 介绍一下您这些宝贝 我这是一个黄花梨武贡 黄花梨的 对 黄花梨的 武贡我知道就是那个什么佛前武贡 对 祭祀用的 这是竹台 这是竹台 是一对 然后这是一个果盘 果盘 这是一个香炉 这是一个进水杯 家里怎么有这么多的这种黄花梨的武贡呢 这是我当时我一个跟我关系特别好的一个朋友 叫我到他们家去做客 因为我对这个还是比较感兴趣的 他们家比较收藏的这些东西比较多一点 然后当时看他做工比较精致 然后就有点爱不释手 他就送给我了 送给你了 对 送给我了 这我头一次见到木质的武贡 可能我们专家也头回见到 对对对 来吧 让专家看一眼啊 好 来 有请 听听张老师的见解 来 你说 武贡啊 是在中国的这个佛教和私了当中 或是个人在家里祭祀祖先的时候 应用的贡器 就跟主持人刚说的 木质的武贡太少了 几乎没有见到 我第一次见 只有在东阳雕刻武贡 还有过这样的历史 这一组武贡 应该是说黄花梨实际是越南的 并且呢 从它的造型 从它的所有的制作的工艺 我们看了 用的是机器工 另外呢 越南黄花梨 如果我们用高倍 发达镜来看 它的综艳非常大 如果要按中国的木材的分离来说 就是像我们 七代晚期到民国时期的那种草花梨似的 所以它的样式 是越南人史的那种样式 和我们还有一些区别 所以呢 我们认为应该它是现代的这样一个武功 割上五百年 绝对也是宝贝 好 谢谢您 来到我们